2022年台师大将迎接百年校庆 师大美术馆以启蒙为主题 展出自1922年到1955年间 台北高校和省立师院时期 19位前辈艺术家的史料教具画稿与艺术作品 展现充沛的创作能量以及台湾美术教育的启蒙 启蒙这个展览这次是从20年代到50年代 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他从战前到战后就是在艺术文化上面的教育 还有就是这些非常令人尊重的这些教育者 他们在他们自己自身的创作的实践 还有他们对于教育的这个非常大的热忱 教导学生如何能够透过文化艺术 去发现自己生命的能量 同时也能够就是透过文化艺术 观察他自己自身所在的环境 所以我们这次在展览里面 就是除了有这些非常令人尊敬的这些画家 他们的画作之外 那也有他们其实作为一个教育者 他们自己所研发出来 就是配合教育教育相关主管单位 所研发出来的很多的教具教材 那所以创作的能量在启蒙的这个展览里面 他其实是展现在除了自己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实践之外 另外还有展现在就是他如何跟大众跟他的学生 就是共同交流的那些教材教具的制作上面 展览分成三个部分 台北高校与台展 展出台北高校时期珍贵的历史文件 包括当时图画科教师 颜月陶福等人的作品 英才汇聚则是展出多位台湾本土和大陆千台的艺术家作品 而艺术家养成展出艺术家的西化作品 透过美术馆丰沛的收藏 建构台湾的美术史 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能够回到 就是回到所谓20年代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时候所谓台湾的那种 就是对于新的世界无限的好奇跟活力 那许多艺术创作的展现可能不见得只有在作品本身 这些创作者他们可能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隐匿在另外一个身份 比如说教师 那但是事实上他的这个创作的活力 可能展现在教材的这个描绘上面 甚至很多教具的发展上面 我们就希望就是说 能够就是用我们的研究的能量跟收藏的能量 能够再重新大家重新思考跟建国台湾美术史 师大美术馆启蒙展 展期自4月30到6月12号指 每周二到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免费开放给民众参观 每天下午2点半定时导览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